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做黄瓜Pico 我们经常吃山的味气 我特别喜欢吃山的味气当中的 那个小腌的那个黄瓜 那么不甜不咸 正合适 然后味道又相当的美味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 这种腌的西式黄瓜 特别是现在夏季 秋收季节 那么我们收获了很多的黄瓜 那么黄瓜呢 不能放进冰箱 那么只好我们把它腌起来 不然的话它就会干掉 然后不好吃了 首先呢 我们要有腌的这个价 这个价呢 我们可以在Walmart买掉 买非常的便宜 那么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就是储存食物的这种价 那么它的这个盖呢 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这个打开了以后 然后可以这样的话 能够保证封闭 密封比较好 再就是我们准备一些小辣椒 那么如果你种的小辣椒 那么像我们 我们就直接在后院里把这些小辣椒 从树上摘下来 那么摘下一部分辣椒 然后洗一洗 那么这个是就是增加这个味道 那么实际上你辣椒油的人 可以直接油腌辣椒也可以 所以辣椒需要油 当然我们是这个灯笼辣椒 别的辣椒也是可以的 再就是我们这些黄瓜要洗干净 晾干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么一些的黄瓜 非常的多 实际上有朋友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种黄瓜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星期周末的这个早市里边 可以买一大堆黄瓜 花不了多少钱 特别是在零这个官市场的时候 他们卖黄瓜的会卖很多的黄瓜 然后你也可以买 那么再一个材料呢 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茴香苗 我们后院也有茴香苗 所以茴香苗也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调节味道 那么这就是我们洗过的辣椒 就这么简单的这样几个材料 那么当然了你放一些糖 那这些糖呢我们是用的这种红糖 那么如果说是你用白糖或者冰糖也是可以 但是呢我们不喜欢用很多 但是放一点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放一些花椒 那么再就是小茴香 那么放一些小茴香 这就是中国店可以买到这些 再就是我们用了一些黑胡椒 那么胡椒粉要放进去一些 然后它会也调节这个味道 显得比较鲜美 再就是我们放一点点这个姜黄 那么姜黄素据说非常好 另外我们要加上醋 那么这个醋呢我们是苹果醋 那么apple cider 那么这个苹果醋呢非常健康 它又特别是有这个有醋酸 它这个醋酸呢可以开胃消化系统非常好 对我们消化系统 那么就这样几个材料 然后我们直接倒水 倒到这个锅里边就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两加仑的水 倒在里边 倒到一个锅里边 好了我们开始放材料进去 那么首先呢我们放一些花椒 那么一勺花椒 然后我们再放一勺花椒 两勺花椒 然后我们再放两勺小茴香 那么一勺茴香 然后我们再加一勺小茴香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些黑胡椒 黑胡椒粉 这一个teas bon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放一些姜黄在里边 也是大约一个teas bone就可以了 一茶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勺盐 有人喜欢味道强一点 可以再加一勺 然后我们放进去糖 然后放两勺糖 然后放两勺糖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火上烧 烧开的福腾的十分钟 这样的话香味充分地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苹果醋放进去 那么我们这一下放一瓶苹果醋就足够了 再就是我们对这些辣椒啊 切的那么一下 就切成大块的辣椒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有利于这个滋味 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把黄瓜呢都切成条 那么条状的 把头去掉 两头去掉 有的时候两头会有一些苦的味道 那么我们把两头都去掉 然后切成条 那么我们切够一瓶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装瓶了 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快切出一瓶来了 那么切出一瓶我们开始装瓶 然后我们开始装瓶 把一条一条的塞到瓶子里边去 首先我们放两根茴香苗 然后把黄瓜一根一片一片的都挤进去 然后我们再塞两根辣椒放里边 塞两片辣椒 两三片都可以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装好的 这个黄瓜和辣椒这些材料 然后呢我们把那个煮好的这种材料的 一勺一勺一勺的把它装进这个瓶子里 那么这个滋味呢 它就可以渗入到这个黄瓜里边去 非常好 我们装的不要装的太满 就装到这个口尖就可以了 就留下一点空间让它膨胀用 然后呢我们盖上盖 先把这个片盖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拧成 就好了 不要拧得太紧 因为它的气它要从里边出来 release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样 这样我们把所有的黄瓜 和这个酱料和这个料都放在一起 准备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里边倒一些凉水 然后让它就是高压 把气排出来 这是一个排气的过程 那么这个锅里边就是凉水 然后我们大概放五瓶左右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水呢 大概到它的这个脖子间 差不多 那么到瓶口的差不多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盖上盖 然后烧 等到这个水浮腾了大概五分钟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瓶子都拿出来 你看 现在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些所有的黄瓜 非常好看 这个气都已经排出来了 所以说你看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一瓶一瓶的 这种劈口 非常容易 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自己的这个黄瓜 这种果实 那么我们同样 我们还有一些做番茄的也可以做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做桃子 或者什么东西 都可以按这样的办法来做 那么我们有一个做番茄的视频 那么大家也可以说 去观看一下怎样保存番茄 做番茄汁的这种视频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你也可以试一试 瓶口很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